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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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明白白 你就很难成长 没事有我在一手肉蛋冲击之勾引之 这个时候加个大 然后把它一炸 一直的狠一下 缓他处 承接一下勾引之 闪现拉开 我说句实话 我如果火力全开 对方其实找出了 这个如果有高手的话 你能看得出来 但是我并没有火力全开 有这种博弈在里面 让大家能够学到更多 好 这一波的话呢 情况不对 先把它炸开 把射肯定打不过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 控制兵线很重要 像这个时候你如果回家 那我跟你讲你太呆了 一点用没有 这时候你把兵线一控住 那对方呢 他可能就不好推了 你看他没有兵线 他会非常的难打 看到没有 但是呢 这个人太多 没办法 好 游戏改出 出赢 你觉得重要吗 并不重要 你看到没有 我说句实话 我讲我没有火力全开 我去展示这种技巧 在座的各位同学应该都 心里面都是认同的 因为你看得出来 对吧 其实你看得出来 那我们要展示的就是这种来回的博弈 和在各种各样的局里面作为一个肉盾 作为一个古拉加斯 应该怎样去处理这种局面 当然最后输了 但这个输呢 其实已经不重要 对吧 我展示的东西已经全部展示出来了 可以说完美 输的呢 非常好 非常棒 现在弗奈提克很难射 他们在思考 有点难射 正不太某 什么啊 强制 什么意思啊 大师 强制 登陆 弗奈提克打野账号 一百多万不放量 什么呀 一级学大部分 九筒一级打野 学什么都可以 都差不多 我想用古拉加斯冲一波王者去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抓他一波杀 看到没有 思路很清晰 这波闪现教的蛮完美 这个呢 是将古拉加斯的肉弹冲击这个技能特性了解到极致才会选择这波闪现 我在说什么 你懂吗 可能很多玩家都不太懂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刚讲的是一个进阶片 如果你不太了解古拉加斯你可以当没听到 古拉加斯在绕后的时候 盖克的时候一个技巧是特别重要的 你一定要注意看了啊 因为可能要发生战斗 这波先观望 看队友怎么说 三个人先喝一口酒 看他们怎么说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这边设置重新调了一下 我先关播然后再开一下 这个并不是卖队友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你这个叫卖队友 但是 我相信老观众都知道 这个叫止损 尽快的减少你的损失 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古拉加斯一接闪现 配合他的爆破酒桶的威力了 你知道吧 你跟我亮牌子 那对不起 你死了 怎么说 走位走走 你在干什么 回来喝酒 呦 这波为什么空档 因为他的计算有问题 这句话你好好想一下 是什么意思 说的我就不说了 如果你不懂的话 那说明你没有灵性 直接TP出来 提前落位 缓速桶 保龄球 秀 破坛 尽快的减少你的损失 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古拉加斯一接闪现 配合他的爆破酒桶的威力了 我靠 这多捞啊 这对面多捞啊 这我很赚的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赚的 你知道吧 你跟我亮牌子 那对不起 你死了 怎么说 走位走走 你在干什么 回来喝酒 呦 这波为什么空档 因为他的计算有问题 这句话你好好想一下 是什么意思 说的我就不说了 如果你不懂的话 那说明你没有灵性 这个直接提兵出来 提前落位 缓速桶 保龄球 秀 破坛 不要急 天欧兵 好辣 勾引对方的效果 然后再往回拉 这个我昨天看了一点 它那个视频做的蛮好的 衔接的很好 然后我看了一下酒桶的这个打的啊 其实这个视频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知道 他想表达就是 哎 你看这个酒桶的这个这个这个 操作啊 什么的 有点捞 对吧 因为正好让淘博翻山嘛 对吧 然后正好用我的这个配音配的也非常好 但是酒桶他 我看了就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打的打的蛮好的 没问题的 可能他是想要展示一个这个酒桶 可能就是有点刮皮之类的 对吧 但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 可能就空道啊 什么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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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